王力宏 这对几位演员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啊 对王力宏拉二胡并不是什么难事 七年前他感觉好玩曾苦学二胡 没想到现在居然用上了 可算是重操就业了 不过王力宏并没有自我满足 还是认真向人请教 并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练习 拍手中王力宏执法新书 拉得像模像样 他时而坐下来表演 时而站起身当导演指导 瞬间转换身份相当自如 刘亦菲这次谈的是古征 此前在电影《功夫之王》中 他曾接触过琵琶 对明月有过了解和练习 他从没弹过古征 为此专门学了三堂课 反复不停地练习 一有空他就摆出姿势 在古征上揣摩执法 曾亦可这回不仅是第一次触电拍电影 还是第一次真正认认真真学明月 对此他上了几天洋琴课 另集了一些简单的执法和乐曲 在拍摄时 他不仅要尽力地把动作和感觉表现到位 还要适应电影镜头的拍摄需要 这对他来说都十分新鲜有趣 在片场一有空 他也经常琢磨杨琴的手法 王力宏 刘亦菲 曾亦可和另一位演员 扮演的明月社成员 一起在台上上演了精彩的明月四重奏 他们这场表演的水平到底如何 您还是到影院去欣赏吧